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antha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上一集懷孕的情況 中期發生了一些事 我想和大家分享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令我爆哭 很不開心 好 首先說一說 上一次也有和大家分享我抽血 誰知隔了10天後 醫生突然在我早上看電視很開心 整個早餐就打電話過來說 不好意思 想跟你說報告 報告很不美 說我不合格 懷疑我小孩的糖膝不合格 我聽完之後就說 蛤? 然後我就說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我就開始有些情緒 有些眼淚 然後醫生就叫我淡定點聽他說完 他說現時有兩種方法再進一步去檢查 第一就是做一個抽羊水測試 不過他說流產的機會率又很高 不建議我做的 大概100%準確 確實知道 第二個方法就是T21 之前也有和大家說這件事 美國也有的 你也知道這是美國研發的 但是如果你保險不包 或者你還未合乎資格的話 你給的費用率很高 雖然這件事在美國研發 但是因為現在出了報告就說我不合格 於是乎醫生就建議我去做T21 準確度就99% 但是我只需要付250元而已 就是因為我們的診所和另一間 做這個抽血報告的診所都是有合作 只需要他寫這個醫生紙 他就可以幫我只需要交250元就可以了 價錢聽下去也很吸引 不是說很惡鬼 但是我就因為那一刻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我會有 所以我開始有點情緒緊張 我也沒有即時回答醫生 即是做還是不做 我也打算跟我老公先商量了 事後我也決定做的原因是 我不甘心 因為剛剛才實現了BB 在我肚子裡生活 所以變了也決定去做 但是我收了線 我是哭得很厲害 哭得很淒涼 原因是 我真的接受不到這件事發生在自己身上 那我就不斷地上網查 因為我老公回去工作 只有一個人好奇 我就不斷查這些資料 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有呢 然後我也有問醫生 我就說究竟你們的指標是什麼 其實你是剛剛摘戒 即是說我是270分1之1的那個 因為正常的 因為270分1以上 你就要 就是代表中了 那我就剛剛摘戒那個 那我就想 為什麼我這麼不幸是摘戒那個呢 然後我上網也看到很多forum 別人分享 都說無論22歲 23歲 28歲 35歲 和40歲 他們都會有 就是做一個很普通的抽血檢查 他們都有這個問題 那我就想 那其實生這些類型小孩 都不是說真的跟這些年齡 而是 這個都關事的 不過呢 最主要應該是 就是 他那個 要求那個指標有不同 那後來我才知道呢 例如加拿大 英國 美國 甚至台灣 中國 他們的要求指標 即唐西 普通抽血的那些 是有不同的 那所以我就想 會不會是 我在美國不合格 但是我在香港 我的指標 會反過來 合格呢 那我就無從考究了 不過我就知道 我不合格 最後呢 就做了T21 其實都是等了差不多兩個禮拜 大概十天 大概 醫生都很好 他就 在下班之前 他就打給我 因為他是晚上六點 打給我 那他就 他就告訴我 結果報告出現了 是沒有問題 那我整個人就放鬆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我 為什麼現在才來拍片呢 是因為我現在 叫做心情平復 因為大家都知道 孕婦 在華人的當中 情緒是很大的波動 有時候情緒很高 再很開心 有時候情緒很低落 但多數都是處於低落的狀態 因為 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力不從心 會令到大肚子 覺得自己很沒用 特別是一些以成事實的事情 更加控制不到的事情 會更加容易不開心 所以這段期間 其實我是沒有特別刻意去拍片 見我出其他片你就知道 因為那段時間 心是很難堪 我想告訴你 是一個煎傲 還有我們有信仰 所以我更加覺得 上帝給我挑戰很大 但我老公 在這段期間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爭執 原因就是 我老公就會覺得 既然天 注定了是這樣的時候 那就要 沒什麼大不了 那就照顧他 但是 對於我 可能我自己本身是讀 特殊教育這一科 曾經 所以我就 知道這一類型的小朋友 照顧上面 是有什麼挑戰和困難 我老公是有 有跟這些小朋友玩過 聊過 他們覺得他們有好處 我不是說我不認識 或者怎樣 只不過 因為你跟那班小朋友玩 或者你作為第三者 去看這件事 當然是會很冷靜 但到你做爸爸媽媽 全日24小時 照顧他的時候 你很多事情 會很擔心 關心 緊張 所以我跟他 角度看的事情 都很不同 但我很感恩的是 他對神的信心很大 而且他經常都覺得 他會抱著心態 就是 已經已成定局了 你擔心做什麼 既然神給了我們 有這件事 就要接受 但我就會覺得 我會問為什麼 為什麼 但他就說 你不要經常不開心 因為 真的會影響那個胎 所以我那一刻 就 唯有好好控制自己 在等待的過程之中 所以都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真的看這段片 朋友的你 我深信你都在經歷這些事情 都跟大家說 因為可能每個國家 每個地區 他要這些指標 唐西的指標 可能都有不同 因為他這些都是 就是抽血 就是那些什麼 抽養檢查 得出來的報告 是因應那個國家 和地區 而打出來的 那麼他普遍 可能那個指標 是因應那些人 的年紀 或者是一些 得出來的結果 來告訴大家 就是幾多分之幾 所以可能 如果你在美國 合格 其實你在香港 合格 大家都不需要 刻意太擔心 只需要你做了T21 既然99%出了 或是準成度高 你都不會刻意去擔心 我也很感謝這段時間 有朋友去開解我們 特別是我 其實我老公沒事的 是我 因為我真的很緊張 我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 因為我知道 可能未來之後的幾個月 生小孩 我的出產的影片 都會越來越慢 因為可能會很累 大家繼續留言給我 我都 越盡我所能 以我所知 都解答大家 那好吧 今集時間在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